2013年HKDSE Math Court Paper 1 的第九题 题目就讲到了 The bar chart below,即是这里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s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employees of company D 好,那然后Part A呢,就要我们找个 mean 啦 那个IQR 啦,和那个SD 那Part B呢,就讲到了 好了,有一个员工就离开了company D 那个员工所有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就是7个 那他们就要我们找个 change in SD 啦 即那个SD的change 是多少 好,那我们在下一个slide 开始做啦 那这幅图就是刚才题目那幅图来的 即是cop 了下来 那Part A呢,我们首先要找个 mean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 1乘4加2乘16 即是在表里看data 然后3,就是20个的 那就是3乘20 4乘16 5乘8 6乘4加7乘4 然后再加一加 然后over呢,这里呢 就是 又是在图里看出来的 那这里有4个人 即是看回total有多少个employee 那这里有4啦,有16啦 16,8 4和4 那就加了它啦 那就按摩 按摩 按摩 按摩就会知道 mean 是3.5的 或者呢,大家不喜欢这样计算的话呢 可以直接按 cal 转去 mode 4 然后 进入所有data 那都可以找到个 mean 是多少 好 然后呢,我们再找个iqr 那iqr呢 就是q3-q1 那其实 这里有72个data 那自己找回q3和q1是多少 那都是数的而已 那其实q3就是4 q2呢 不,q1呢 就是2 那所以iqr呢 就是4-2 就等于2啦 好 然后最后呢 parta 最后我们再找一样东西 就是找个sd 那sd 那sd怎么找呢 其实就是按摩 按摩 4 进入所有data 那就会按到出来的了 那我们就知道sd是1.5 好了,然后partb 就要我们找呢 唯一一个员工就离开了公司 那他所有的家庭成员的数目就是7个 那就是我们找新的sd 那怎么找呢 又是啦 进入所有data 进去吧 不过呢 这个7这个位呢 就不要进4个了 就进3个就够了 因为现在个人离开了公司 所以呢 这样进入所有data 按一按摩 我们就会知道呢 这个newsd就是等于1.45145616 这样 那题目是要我们找the change in sd 那所以呢 我们就计算 那sd是跌了的 那么data data 就是1.5 原本那个 再减新的这个 那就知道它跌了0.0405了 那我们就做完了这一题啦 那我们就做完了